為何在深藉口快見到我們倆呢 這是最高級別的聯盟看片照會 有片看啦 自深與自豪有新片上 快點看 昨天是5月6日 支聯會傳統都會在5月26日發起一次 有關於六四之前的一次遊行 一向來參加遊行的人數不多 都是幾百人而已 除了六四二十週年的時候 有幾千人參加 接下來都是幾百人 有些人說行禮如宜行禮如宜就是這個意思 到今年人數是倍增的 支聯會自己的回應就是 統計是二千二百人 警方的說法是出奇地 跟支聯會的統計是接近二千一百人 都是創近年來的新高 大家都可能明白為何會多了人遊行 因為大家會把六四聯想到 這個送中條例有關係 我也覺得是有關係的 如果我們說六四不是一個過去式 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不單是中國大陸發生 將來在香港有機會 或者現在已經有機會在做 過去也試過 譬如銅鑼灣書局的事件 無論桂民海也好 李波也好 林文基也好 其實都是六四的延續 在獨裁政權底下打壓人權 打壓言論自由的延續 所以今年的六四 前夕的五二六遊行 有這麼多人參加 在集會上 遊行裡面也叫 有關於反對送中條例 對我來說都不是很意外 我都留意到 最近有相當多不同的團體 我們都說過 是發動聯署 希望換起更多人對送中條例的關心 中學名校的一些舊生會 這些專業團體的組織 社工 教師 法律團體 兩間大學的校友 都陸續續發動聯署 亦都會在報紙上登這個廣告 這種表態給人覺得 有2003年23條立法的時候 那種風起日雲湧 生意欲來的味道 我估計6月9日這次遊行 人數一定不會少 不過很多人問究竟有沒有用呢 多少人出來遊行 才會撼動這個政府 我不去想有沒有用 我也不去估計有多少人遊行 我只是說去遊行人數多少 未必對特區政府 或者北京政府構成 都很大的影響 撼動 未必 未必不行 也未必可以 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2003年7月1日的時候 有50萬人上街 有人說超過100萬 當時董建華 都是7月9日遇上立法的 你不知道效果是怎樣 但是突然之間 將23條各自 今天是怎樣 不知道 不過我只想說 你做未必有用 如果不做不出來 一定什麼效果都做不到 我只不過用這種信念 希望大家出來表態 我經常說 六四不是過去式 而是現在進行式 除了繼續有 人權受侵犯 人身自由受剝奪 受迫害的事件 譬如現在說 死了親人的天后門母親 30年了 每逢到這個時候 集體被失蹤 集體被旅行 去拜祭 你也是嚴密監視下 不讓人拍到 不讓人知道 不讓傳媒報導 才被敗祭 你說六四是否現在進行式 我想大家不會不同意這個說法 現在在網上 或者坊間 有很多說六四是假的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也有些人出來說 出來去不同的 包括學校 包括電台 或者自己的網台等等 說要刺穿六四的謊言 當時完全沒有發生這個屠殺事件 很可笑的是 這些人說六四是一個謊言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些血腥事件 又說學生打死解放軍 解放軍才是反擊 為了保護自己 這一群人 這一類人 或個別人士 如果你找回 會在當年 在報紙上 義憤填英 接受訪問 甚至是發表聯署 在報紙上登廣告 你可能找到他們的名字 也不一定 如果你問他 當時你為何會登廣告 為何會在媒體上發表這些言論 他不會回答你 難道告訴你 我連少無知被人欺騙嗎 當時你自己看到什麼 你自己知道 不過阿爺吹完雞之後 你現在吃共產黨飯 所以你不敢出來 繼續去指責他 我說這些人是極度可憐的 六四在中國大陸 當然大家完全是一無所知 因為那個消息是全面封鎖 經過三十年 將歷史洗拆完之後 你問一群年輕人 他完全不知道六四發生什麼事 我經常說六四的現罪進行式 這種洗拆歷史 洗腦的教育 都是六四現罪進行式的表現 明報就去新的六四紀念館 做了採訪 看到有些老師和學生去看 我亦有聽眾打電話 說應該去看 因為很多學生都看完之後 看到一些實物 譬如有一些中學生 聽過他父母說 當時他們當然還未出生 現在父母也不詳細 跟他們說當時的情況 即使對他們來說 都不會有很深刻的印象 直至到六四館 看到一些實物 看到一些子彈 看到穿了頭盔 看到一些衣服 看到當時的很多報道 他才發現那件事 震撼的情況 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之外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鼓勵大家 真的去六四館看看 特別是帶年輕人去看 大家知道這幾十年來 有很多大陸的新移民來香港 他們現在有些已經在讀中學 其中有一個學生 是中五的 他的樣子不敢出鏡 因為他是大陸來的 他是姓王的同學 明報就訪問他 他的說法就是 他說我自己從來沒有去過六四的燭光晚會 因為他是大陸來的 根本就完全不知道有 知道有也好 很依稀記得 所以沒有去過一些不奇怪 他說今年生日周年 我希望親身去現場 他認為雖然有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治國血統是不能改變的 他說當年香港也有聲援 現在也想承傳六四的歷史 他說那時候的受害者都會老 有很多人已經去世了 我們比較年輕 知道歷史之後 這件事就會繼續流傳下去 我覺得這位中五的黃同學 說得很好 他覺得有責任 是將歷史的史實 一代一代傳下去 對於獨裁政權來說 記憶 這些慘案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他想你遺忘 但是你想記憶 在腦袋裡 一代一代傳下去 所以有六四館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他繼續這樣說 他說 他說出席維園祝光晚會的時候 他會戴帽子 戴眼鏡 會遮蓋自己 因為他要回去大陸探親 所以他不想被人認到 所以接受訪問也不能上鏡 他訪問期間 這個手機 都用了飛行模式 怕被竊聽 我看完這個報導之後 接著說 他說曾經在微博搜尋六四 事後就擔心手機 或者有監控 立刻對著手機說 對不起 希望道歉之後 可能會好些 大家是否覺得很非而所思 他說曾經在手機那裡 用微博搜尋六四 事後都擔心手機或有監控 立刻對著手機說 對不起 希望道歉之後 可能會好些 在大陸很多人 為何即使是親歷過六四的人 例如我這個年紀也好 例如現在四十多歲 或者五十多歲 五十多歲 當然要二十歲 四十多歲 十多歲一定是知道的 現在做了父母 對於子女 他都不敢說 六四的真相 告訴他們 他們是知道的 親歷過的 是有屠殺的情況出現的 長安街 木衰地等等 有很多屍體 我有一個朋友 從大陸來 他跟我說 他那時候是大學生 他那時候是大學生 現在是五十多歲 六十歲跟我差不多年紀 他說出席他同學的告別式 即是收拾一條絲回來 在那個地方收拾一條絲回來 這樣也不是匆匆埋了他 也有告別式 也要養父母親友 見他最後一面 他說多到累到不得了 是不停的 他一邊說就一邊哭 OK 但是這一類的人 在大陸 不敢跟他最至親的人 去講六四 因為他很害怕 他恐懼 他害怕 不知道當局在什麼情況下知道 而上門找他 這位同學 他下來香港之前 是生活在一個非常恐懼的環境下 他以為六四是禁忌 確實是禁忌 在搜尋過程裡 搜尋不了 都可能會列入黑名單 他唯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解除自己的恐懼 就是對著手機說對不起 你是不是覺得他好像精神失常 這種感覺 恐懼到某一個階段 是會令到有人精神失常 我經常說 免於恐懼的自由 就是這個意思 他恐懼到這個程度 發現自己 曾經在微博上 找過六四這兩個字 當然可能什麼都找不到 是禁的 是敏感字 他也要道歉 對著手機道歉 人們說你是不是傻 你做這些事情 是啊 當一個人恐懼到某一個階段 他可能就會很難控制自己 所以為什麼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個那麼重要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可能你說 這個在大陸才會發生 香港怎麼會 我們需要什麼害怕 你說香港會不會害怕 香港人就越來越害怕 我這裡都說過 有些老師 大家在開會的時候問 今年我們會不會 搞六四的 叫一些嘉賓回來說 六四 不是吧 還說 你想我連工都沒有了嗎 這就是恐懼 那為什麼會在香港 都有這些恐懼呢 那個恐懼 為什麼會蔓延到香港這個地方呢 這個同學為什麼會對手機 會說對不起呢 不論他在香港用微博搜尋六四 在大陸搜尋六四 都可能會有些相同的反應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越來越 跟大陸一體化 是不是 不要說什麼大灣區 不是說什麼融合 就是說 這個逃犯條例 送中條例 把兩地不同司法管轄區的中間的牆 打爛了它 開了一道門 那道門沒有上鎖的 隨時可以打開 兩邊是互通的 遲些可能牆也拆壞 在香港犯到什麼問題 在香港觸犯國家安全的法律 四類的人會被移交回大陸 大陸的人在大陸觸犯 這個大陸的法律 逃來香港 香港人在大陸觸犯法律 逃來香港 香港人在香港觸犯國家安全的法律 也包括香港人 或者中國公民 或者外國人 在外國觸犯中國 或者對國人有些危害的法律 而來香港 都有機會 遞介回去 通過這個逃犯條例 但是第三類人 香港人在香港觸犯國家安全的法律 按照權威人士大公文匯報的說法 就是 一般情況下 如果香港認為它是犯罪的 一般情況下 都要根據香港法律 在香港受審 什麼是一般情況 有特殊情況 如果你說一般 什麼是一般 什麼是特殊 什麼是特殊 誰界定 當然不是你和我 特區政府都沒有權去界定 北京 上面 他爺爺 在這個情況下 香港人還有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用黃童鶴這個例子 給人家的感覺 你說有沒有這麼誇張 對著手機說對不起 一點誇張都沒有 大家緩在恐懼裡面 想方設法 去想 到頭都爆了 在什麼情況下 如果一旦走沙踏錯 我要補救 社會過書 對著手機說對不起 接下來會怎樣 不要亂說話 不要亂做事 不要觸犯它 如果不要觸犯它 我想問 我們在言論上 我們在行為上 我們在很多問題上 我們自我視察 香港和大陸人有什麼分別 香港人和大陸人有什麼分別 當那些老人家跟你說 喂 哎呀 你不要這麼多事 不要說這麼多話 不要得罪它 萬一它不是人敢的 可能會拘捕你的時候 那你就會問 咦 我們在香港和大陸 都是這樣想的 都是沒有分別 所以你可以問 這位老人家 當年你千辛萬苦 偷渡來香港 為了避它 做什麼 留在上面 就是一樣 大家都過著 在恐懼下的生活 有什麼問題 是嗎 自我設限 自我審查 以免招致和害 現在大陸 在香港 如果一體化 都是一樣 你當年跑來香港 為什麼 當老人家這樣問你 當街上的藍絲 挑戰你 你可以這樣回應 如果他說 不是 我在香港出生 那你上一代 你上一代 你上一代不跑來 你怎麼會在香港出生 我不信 每個原居民 是嗎 你可以這樣挑戰 看看如何回答 深藉口快 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 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 都可以轉到數 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 93315439 都可以轉到數 又或者你用這個 800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去這個地址 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 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兩週年